那今天的这个37例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症状的一个感染 这个没有症状的一个案例有24例 所以差不多就是65%左右的确诊民众 都是没有症状 那另外针对相关的一个 这个群聚的个案的情形 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说明 在海洋大学以及二星中学的部分 都持续没有新增的确诊案例发生 我想这是值得庆幸的 两个学校在第一时间 都立即采取了停课的一个措施 所以也将这个感染的一个可能性 把它控制住 那目前所有的一个师生 都继续在进行每天的快筛监测当中 这是有关于海洋大学 还有二星中学的部分 那此外刚刚有提到小吃店的部分 有七例 其中三例是这个消费者 两例是家人 另外有两例是工作的相关同仁 那家人的部分都是原本被匡列 区隔的一个对象 那这个相关的一个人员 也是被匡列 那另外是有三名的这个消费者 是我们另外在找出来 以及他自己去进行快筛 然后PCR确诊 此外是警察局的情绪的部分 今天新增的四个案例 是之前在表扬参会上延伸的警察局 职场内的一个感染 好 现在跟各位说明确诊者的足迹 按23776 3月27号 13点到22点 他到了复兴路的OK商店 按23777 3月26号 早上9点到10点 到姓1点的森美早餐屋 按23778 3月28号 17点到22点 在中正路的上品屋 按23779 3月28日 早上10点 在16路的麦威登 3月29 12点 在中正路的八方云集 3月30 早上8点半 在中正路的尖包王 19点 在中正路的全联 按23780 3月25日 16点 在软软的清水公园 3月27早上9点 在七堵的南兴市场 按23783 3月28号 早上6点30 到6点40 在远远路的7 3月31号 11点到11点20 在爱山路的东林尖角 14点到15点 在兰容公墓持灰厅公祭 在兰容公墓持灰厅公祭 按23861 3月30日 在成功一路的全联 按23864 3月30日 10点30到11点30 在巴德路的四翼汽车验车站 按23866 3月25 16点 在软软的清水公园 按3月28 早上10点 在七堵的南兴市场 按23894 跟23899 两位3月23号 23点到24点 在爱市路的银河小吃店 在爱市路的银河小吃店 3月29的12点 在孝山路的阿晴小草 那以上是今天确诊者的足迹 跟各位说明 那各位如果有相关的重叠处 那也请到我们的社区筛检站 做筛检 谢谢 内普筛的这个概念 或者是说这个名字 当然我觉得它不一定很精确 不过暂且这样子说 那这个概念是前天的时候 陈时中部长来到基隆 当天所提出来的 其实时间很短 那全国也从来没有做过 所以每一个的执行的细节 都要被很仔细的一个确认 然后确认它是可以被执行无误的 那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准备的工作 还有细节需要做这个准备 那这几天我们也是密集的 召开相关的一个会议 那每天早上跟王之音长 在开会的时候 也都针对相关的一个细节 还有这个中央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过去的有一些经验 来进行讨论跟交流 那也就是因为说 过去从来没有做过 所以我们会更谨慎的来进行 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只要规划准备好了 我想就会跟大家来做说明 那我再次重申就是说 因为时间很短 前天提出来 那过去也从来没做过 那你有提到 快筛的一个事迹已经送到了 那因为这几天是这一个 我们的清明廉价 所以基隆我们本来对于防疫的物资 就有很高的一个需求 所以物资不能中断 另外一个是说 这一个计划 如果要来推动执行的话 其实不是有这个快筛的事迹 就可以做 快筛的事迹是一个工具 但是相关的一个配套跟机制 还有后勤的这些资源的工作 其实更为重要 那特别是像现在 跟去年的状况 说实在很不一样 去年疫情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重症者比较多 那今年 从今天像刚刚记者会 跟大家做报告的 我们的确诊者 大多数都是没有症状 我们大概 将近大概65%左右 其实比例是蛮高的 那很多人 他其实并不知道他自己是确诊 因为他并没有相关的一个症状 可能也不觉得说人有不舒服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一点 要把它思考进来 所以我们现在在考虑的是说 应该会有一些原则性的 注意的这些要点 以及实施的一个原则 把它提出来 比如说这个计划执行 可能第一个要以志愿性为主 然后组织性的安排为辅 第二个重点是要让 有意愿参与的民众 他可以很方便的 而且可以多元管道的 去取得这个快筛的事迹 另外应该是要 善用社会的一个网络 并且可能也要加强 跟基层医疗诊所的一个合作 因为目前 这个我们的基层医疗诊所 这个CDC本来就有计划 针对这个去看病的病患 来加强发放这个快筛的一个试剂 这个是本来就有的机制 我们也觉得应该可以继续来加强 此外是应该是要分区域 分类别 规划时序 分批发放 那以去避免说 大家在担心的 这个快灾阳性回报其中 然后爆量 然后在短时间超过我们 后重或者是 后停的一个能量 这个都是要避免的 另外也要进行相关的 卫教的一个规划 能够去回应民众 可能会提出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也要建立辅导员的一个机制 另外可能要建立一个非常充足的 这个车队或者是包括交通上的一个规划 那有很多的一个细节 其实都必须要被充分的一个讨论跟准备 所以我想前天接收到这样子的一个构想 那我们也很积极的在进行相关的一个讨论 只要准备好 我想我们会立即的跟大家报告 那也的确如这个执行长所说 这个整个疫情的一个经验 它会有一个高原期 那高原期下降它需要一点时间 那我们都很努力跟中央一起 在进行相关的一个防疫的一个工作 那我说实在是非常谢谢执行长 每一天早上9点都来到基隆跟我们开会 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那防疫的苏医师 这个我们都请他到每一个这个场所 去帮我们做感控的相关专业的一个意见跟建议 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们继续努力 谢谢 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是再询问到有关承播会的事情 我想我们会滚动式的来检讨 然后会加强防疫的一个措施 好谢谢你 最后市长想要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那这个Omicron的一个病毒 它传播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 那昨天CDC也有特别提到 希望大家能够落实个人的防疫的这些作为 其实从两年前这个疫情开始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的清楚 应该要怎么做 那最重要的是落实 包括请洗手 然后这个避免接触 然后把口罩戴好戴满 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因为 这个有在社区里面设置这个筛检站 所以也再次呼吁我们事情朋友多多的来进行筛检 那这几天是廉价 那这个也在这边呼吁 这个大家亲民扫墓 这个如果能够分流就尽量分流 也不一定要急着在这几天廉价的时候 这个去做扫墓 那我们在这段疫情比较这个严峻的一个期间 我们还是要尽量去降低这个接触 或者是降低这个去移动 或者是到这个群聚 或者是人潮多的一个地方 也在这边这个特别的叮咛 也请视频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来努力 我们尽全力把这个疫情 把它这个控制下来 好 谢谢